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呢 人类登上月球 发现周围一片漆黑 在月球上仰望天空 发现月球上的天空是黑色的 那么为什么在地球上白天看到的天空却是蓝色的呢 其实这与光的散射有密切关系 阳光照射到空气中会被无数颗粒物质散射 比如灰尘等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 如果我们身处一片森林 在日出清晨时会发现有光柱从树林中穿过来 又或者在早晨发现有光柱从外面穿过窗户玻璃和窗帘中的缝隙 这是丁达尔效应 当一束太阳光照向云雾等胶体时 这些胶体对光的散射现象非常强烈 所以我们会看见浑浊的光柱 天气晴朗的白天 天空呈现蓝色也是粒子对光的散射作用 蓝光的散射较其他颜色较强 所以天空的颜色是蓝色的 这个原理是没有错的 可以基本解释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月球上的天空是黑色的而不是蓝色的 形成蓝色天空的首要条件就是大气层 太阳光只有经过含颗粒物的大气层才有机会被散射 但月球是没有大气层的 太阳光被散射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在月球上看天空是黑色的 大气层会直接影响天空颜色 太阳光有七种颜色 分别是红、橙、黄、绿、青、蓝、紫 其中蓝色比其他颜色的波长较短 所以更容易被散射 但紫色光的波长是380到470纳米 蓝色光的波长是400到450纳米 紫色光比蓝光的波长更短 那为什么天空不是紫色的呢? 因为空气的密度不是一成不变的 加上人类眼睛对光的辨别 影响了我们看到的天空颜色是蓝色的 而不是波长更短的紫色 我们也能看到紫色的天空 站在不同海拔高度 仰望天空呈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站在8000米海拔以下的地方看天空 天空就是蓝色的 蓝紫色的太阳光穿过被散射吸收 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颜色就是蓝色 如果我们站在8000米的高度仰望天空 空气稀薄 对紫蓝色光的削弱作用变弱 看到的天空颜色是青色 站在11000米的高度仰望天空 颜色更暗一点 当高度升至13000米 这时候我们再望向天空 天空的颜色就是紫色的了 如果我们人类有机会生活在 13000米的海拔高度上 那里的空气稀薄 可以看到波长最短的紫色太阳光了 这时候你就会发出 天空为什么是紫的这个疑问了 除了光的散射 关于天空为什么是蓝的这个问题 人类的眼睛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肉眼看到的天空颜色 和太阳光散射到地球上的颜色 是有差别的 我们眼睛看到的天空蔚蓝色 是蓝色和白色的结合 例如我们用眼睛看到的纯黄色 其实是红色和绿色的结合 天空的蔚蓝色 是纯蓝色和白色的结合 锐利散射研究出光的散射 发生在蓝色光和紫色光区内 人类依靠眼睛里的圆锥细胞 辨别色彩 人的眼睛内有三种圆锥细胞 这三种圆锥细胞 虽然不能辨别 哪种太阳光的颜色波长段 但它们可以将 不同波长的颜色混合起来 所以我们人类看到的蔚蓝色 不是太阳光中的蓝色 而是蓝色和白色的混合 为了解决天空为什么是蓝的这个问题 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第一阶段 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丁达尔效应 它建立的散射模型 的确符合基本的原理要求 但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蓝色的光波较短 就更容易被散射 紫色的光波更短 为什么天空不是紫色的 丁达尔效应解释不了 第二阶段的研究是锐利散射 锐利散射是由英国的物理学家 锐利发现的 所以用它的名字秘名 丁达尔只认为空气中的灰尘 等颗粒物对光发生散射作用 锐利和丁达尔不同 他把目光投向更高层次的大气层 他认为大气层内本来就有化学分子 氮气和氧气在大气层中含量最为丰富 这些化学分子就可以引起锐利散射 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的第三阶段 就是爱因斯坦的研究 爱因斯坦最终解释了天然现象 锐利散射是在化学分子 无规则的分布在空气中的前提下发生的 无规则分对立面是有规则的 那么在理想状态下的空气里 我们看到的天空还会是蓝色的吗 爱因斯坦弥补了锐利散射的不足 成为天然理论的奠基人 他的理论可以更进一步的解释 为什么天空的颜色是蔚蓝的 而不是紫色的 因为伤 空气是有伤的 简单来说 就是空气是有密度的 就算是在理想状态下 最纯净的空气也是有密度变化的 空气中的杂质是不可剔除的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 太阳光中的蓝色光 在空气中的某一密度下被散射 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光就是蓝色的 爱因斯坦的天然理论 不仅能解释太空的颜色 还能解释纯净的水 玻璃等 为什么也是蓝色的问题 本期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也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个关注哦 下期不见不散